很多人把鸡胸肉买回来,想了半天却不知道怎么做好吃 今天这个做法你从来都没有见过,真的太下饭了 学会了全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把鸡胸肉切片后,然后再改刀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备用 准备一点干香菇,用温水泡发 然后再切点洋葱丁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叫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,感谢大家的支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香菇泡好后也切成小碎丁 起锅烧油,倒入鸡胸肉 把鸡胸肉炒干水分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洋葱和香菇丁,翻炒均匀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卤肉汁 再加就可以轻松做出美味的卤肉饭 翻炒均匀,加入适量的开水 放一个煮熟的鸡蛋 煮开后盖盖炖20分钟 今天到了打开看一下,哇真的太香了 再勾芡一点水淀粉 把汤汁收浓后关火 然后浇到米饭上面 香喷喷的卤肉饭就做好了 用这个方法做的卤肉饭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真的太好吃减肠了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